我沒有浪費你的時間 仔細,我想請李部長 李部長,貝許 委員長 部長,你好 我們今天討論國家公園跟風景管理區是不是要收費的問題 當然過去我們在省預算的時候其實也討論過 那本席是認為 其實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實現 我們對我們整個環境 那如何來維護,如何來進行生態教育 那麼也如何來推展觀光 但是呢,又能夠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治理 那透過收費與否 來怎麼樣對這個環境的總量 或者它的承載力 或者它的永續發展 那麼做一個調節 坦白講,這是考驗一個政府的它的治理能力 那我今天看了內政部的規劃報告 那也看了今天 這報紙這麼大的一篇 這麼大的一篇 你應該有看到了吧 我知道這個新聞我沒有看 蘋果日報的頭條耶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這件事 你知道啊 嗯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你剛剛那麼多委員也都問起了 你今天說這是規劃 今天提的這些報告 包括收費的標準都是規劃中 規劃中 只是一個副案 只是一個草案 還要跟立法院來協商 什麼樣是一個合理的價格 所以是整個政府部門已經確定的事情嗎 這是一個立法院的一個決議啊 我們的確有決議啊 討論怎麼樣來 怎麼樣讓這個環境的承載力 讓外國觀光客 那麼過多的這個地方 透過收費的機制 我剛剛講的 這是一個環境的治理 一個環境的治理 是 那我現在要問你的是 我現在要問你的是 你現在這樣的一個收費標準 是不是已經確定了 是行政部門確定的嗎 收費方向是確定的 收多少錢可以討論 國人跟外人要不要區隔 對弱勢團體當地居民免費 這個都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是沒有定案對不對 錢還沒定案 錢還沒定案 所以你今天這個標準到底是 是要做什麼 這只是一個參考 譬如說一百塊 只是一個參考 來跟大家委員討論的一個依據啊 總是要有依據 沒話收而已 不是不是 一百塊其實 其實對我是覺得考量我們所有的經濟收入 要再把弱勢族群扣掉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還可以合理的 跟國外比起來其實便宜很多了 部長 我拿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例子好了 是 你們的報告書裡面 現在除了陽明書有收費 金山自然中心 天溪園 晴天鋼 小油坑 冷水坑 二子坪 大屯自然公園 總共八個地方 如果不買連票 每一個頂點序上一次 一家四口 三千兩百塊 三千兩百塊 更不要論上面 上面 其實 其實國家公園裡面有住戶有這麼多 請那個處長也可以上來一下 住戶有這麼多 住戶是不用收費的 住戶不用收費 我住戶如果在那裡要娶媳婦要怎樣 包包一包 我還不是人家三千三千二百塊 不是 陽明山是據點 你不到那個那個範圍 你是不用收費 路過是不用收費 那如果我今天中午請 中午取媳婦請客 我下午大家可以在這邊 玩賞一下 欸 這樣的規劃是有問題的啦 這樣的規劃是有問題的 來部長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數字啊 剛剛你有答詢 那麼 這個 國家公園裡面 因為這幾年觀光客的增加 路客的增加 人數增加最多的是哪裡 泰魯閣跟墾丁 泰魯閣是墾丁 哪裡是減少的 陽明山減少 減少多少 確實數字我看一下 陽明山 從四百多萬少到三百 減少大概七十萬人吧 減少七十萬人 減少七十萬人 其實已經佔了大概三成多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跟我們在討論的 我們因為 因為陸客 帶來的我們的風景區 跟國家公園 他的 旅遊品質也好 他的環境承載力也好 完完全全不相干啊 有相關嗎 不管是 不管是你說是 是整個觀光會議 或者是說 我們在立法院 討論預算的時候 當初的決議 我們是因為 我們當初討論的時候 是因為說 你在有些廁所也要收費 那這個 感覺 感覺 對觀光客 其實 其實不是那麼文明 然後我們在討論 然後衍生 大家是不是 作為這個 我們的國家環境的治理 然後討論他的收費機制 結果 結果 結果處長 你有跟部 處長 你有跟部長報告嗎 陽明山國家公園 每年 從 這個99年開始 99年開始 這邊沒有這樣的一個衝擊啊 這邊應該要做的事情 是整個陽明山 陽明山 你 你周邊 現有的 現有的農社 怎麼樣來協助 讓環境更美化 裡面還有台北勢力的 陽明山公園 你的管理機制怎麼處理 這些道路 怎麼樣能夠讓這裡的國家公園 真的是維護一個好的品質 甚至提供 大台北地區 大台北地區幾百萬人口 那麼有一個 有一個好的環境教育 了解生態 日常休閒 之用 人口 部長這是你們的報告耶 你能不能在這裡 那個承諾 陽明山 陽明山國家公園 這個 跟你規劃的 這個收費的標準 任何的這個都沒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啊 部長 奧委員 這個是在我們整個規劃報告裡面 就整個國家公園系統 那 剛才委員的意見 因為這個都還沒有定案嘛 這都是可以溝通討論的 這個 我要說齁 來 部長還是你回答啦 我覺得齁 你不要一頭衝啦 我看觀光部 觀光部就很肝翹啊 講的都是比較空的 啊 觀光局 觀光局講的都是空話 齁 那你們你們就帶頭衝齁 齁 你也這個數字也沒有評估好 我剛剛聽到你回答了 不同的族群對不對 外國公安客或者是本國 本國的旅客 不同的居民 齁 本市或非本市 對不對 齁 或者不同的時段 不同的地區 都應該有不同的做法嘛 沒錯 你定一個這樣的標準 你要讓 你要讓所有陽明山的 所有的所有的人 都來跟你抗議嗎 你到 你能不能在這裡確定一下 這個方案 至少陽明山國家公園 並不適用 陽明山公園每年銳減七十萬 跟你這整個規劃的目標 哪裡有相關呢 我想我們這個標準還是 所有的國家公園 要一體適用 我們不好說陽明山 你剛剛 陽明山怎麼收 我們可以來討論 哪些地方可以 那你定這個標準 首位何來啊 你剛剛答覆李軍議委員 我們不是沒有在聽耶 是 本國外國不一樣 地點不一樣 時段不一樣 那當然 收費標準通通不一樣 那你這個標準 是什麼標準 陽明山我們可以 那我現在這裡人口 衝擊力其實 逐漸在減低的 你搞不好應該要宣傳 讓更多的國民 跟大家說 這裡其實路客很少 趕快來 這裡路客很少 趕快來 這裡免費趕快來 這裡山上有海域劑 這裡山上 這個空氣 有助於養生 有好的溫泉 你的金山活動中心 也應該好好經營 你剛剛講的地方都不收費的 你完完全全被倒兒子 你現在金山活動中心 就是列在收費了 這個我們可以來討論 你有沒有列 你連這都不知道 我剛才列了八點 就其中八塊在內 我們可以來討論 這個哪些地方要收 哪些地方不收 哪些是核心 所以你這是什麼標準啊 現在我跟你講這些條件之後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他每年 他瑞檢七十萬人 部長 我現在只針對這個個案請教 我們這個收費 其實 他的目的不是要以價制量 他只是說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力 我們更多的經費 可以把服務品質做好 這是他主要的目的 本國人跟外國人如何來區分 這個我們可以討論 本國人收錢多少是個合理的價錢 我們可以來討論 這陽明山範圍這麼大 其實大部分地方都是不收費的 哪些地方我們可以identify出來 這地方是要收費的 這個我們可以來討論 陽明山國家公園啊 我就住在山下 我不經過仰德大道 我就登山口爬山也可以上去 我騎車有的朋友 這個約一約大家也可以上去 上去以後經過你好幾個景點 都可能 都可能 都可能會進入 都可能會進入 那你是當地居民啊 當地居民就是不用收費的 好那你告訴我 哪裡是當地居民 這個我們 我們就是可以跟大院來討論 當地居民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是可以來討論的 那今天我如果 我如果從巴黎媽媽嘴 我要騎車到陽明山去 要不要收費 巴黎不算 路過是不用收費 巴黎就不算了 對不對 路過是不用收費 巴黎就不算了 我告訴你 陽明山作為整個 我們整個都市發展裡面 整個大台北地區 難得的居民可以親近這個大自然 那麼台北最豐富的優點 居住在這個擁擠的城市裡面 難得可以喘一口氣的地方 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說你 我告訴你你的報告裡面是說 芝加市的哪一個禮啊 哪一個禮不收費 不是這個範圍我們可以跟立法院來討論 大家認為哪個是合理的範圍 所以現在現在連範圍也要重新界定 不是範圍本來就是 那我範圍說 左水溪以北不收費 那每個委員每個委員的不同的看法嗎 我們尊重大部分委員的看法 不是這樣嘛 那個地方 生活在那裡的當然你們 我相信你們也沒那麼蠢啊 但是整個都市生活的形態 坦白講你講冷水庚 冷水庚 我們前任劉行政院長還去那裡夜談耶 夜遊耶 冷水庚 你晚上要收費嗎 凌晨的時候要收費嗎 我認為晚上會收費 不可能 一定是下午五點以後應該就不會收費 五點以後就免費 應該是吧 一般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 所以你這有什麼標準呢 你提這個報告 我說你暴衝嘛 你在觀光局 來了一個 或許今天是趙偉這個急著牌啦 或是趙偉是你急著牌吧 你關心嘛 對不對 趙偉關心這個議題 但是你這暴衝你這個標準 結果你不同時段不同地區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 來源的觀光客通通不一樣 齁 你提這個標準幹什麼 我認為你應該要對 對社會大眾 說這個只是 這個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只是查案 不是行政部門的 不是行政部門的查案 齁 那個地方 來處長 你跟部長報告一下 回到公園應該部長你也常去啊 楊明山我很熟 我知道你也常去啊 那 那個地方的 那個地方的生活 產業 還有居民的這個油氣生活型態 怎麼容許你 你這樣每個點 然後賣連票 做得到嗎 來處長 你第一線的 你告訴大家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楊明山上去的人口 我們整個統計 包括白天晚上 一年有1900萬人次 那到這八個據點 就在周邊的我們的統計 那目前大概在 三百六十萬左右 那事實上會有進去到 我們遊客中心 或是我們的服務站 相關的目前 裡面統計大概一百五十萬 那事實上這一邊 陸客 他去的大部分 也是幾個主要據點 那譬如書屋 大概會有兩層左右的 外國遊客 那事實上在這邊的 我們規劃的方式 大概就是本地人不收 那相關的這些 事實上 現在的研議 是一個主體的一個架構 那 陳主剛才 部長所說的 我們很多 現在是在研尼 那這些方針 提出一個架構 來做討論 謝謝 好 時間 差不多了啦 那個 妖元還有很多問題 不過這個可能 內政部在 之下 能夠回復妖元 最後一句話就好了 部長你這個真的是暴衝啦 好 你或許你這個勇於認識 但是你這個東西其實 剛剛講有那麼多的變數 那個管理的機制 通通 你通通一體適用定一個標準 玉山的狀態 太魯閣的狀態 怎麼跟楊明山國家公園 放在同一個標準 那你既然有各種不同的區隔 你其實不應該 你其實不應該 就這樣丟一個 丟一個草案來這裡討論 展現一下 展現一下你的 你的治理的能力嘛 好 當然 當然坦白說啦 我覺得 其實重點要收費的是風景區 那個觀光局長 沒有時間問你 沒有時間問你 重點要收費的是在你們那裡 但是卻看不到你們真的規劃 結果你們國家公園這個帶頭衝 環境 人越來越少的地方 你要收費 我真的是覺得是太 太誇張太荒謬 好 這樣的法案我絕對不會接受 好